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关于线材测试方面的视频 咱们频道是有点少 后面的话我会增加各种品牌的充电线的测试视频 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吧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酷胎科的新产品 就是我手上这一个磁吸的自收纳C2C的数据线 质量好不好 咱们测采以后就知道了 咱们这一期视频增加一个线材的测试项目 就是数据线的一个拉力测试 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轴切 作品这拆解不容易 有你们的支持 我才有动力一直的坚持这样做下来 非常的感谢你们 我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这一个酷胎科新款的磁吸自收纳线材 盒子还是酷胎科经典的灰色包装 蓝色的酷胎科标识 这里是商品的名称 酷胎科Type-C编织磁吸数据线6A 这是线材的图片 带磁吸的标识 1米5的标识 底部是商品的条码信息 背面是商品的图片 特点 然后规格信息 我们打开包装盒 里面就是一根线 这是一根编制数据线 线材是带磁吸的效果 这个吸力还挺强的 也就是说不用的时候 它有一个自收纳的效果 数据线连包装盒的重量是84.9克 单数据线的重量 也就是74克的样子吧 拿到手上有点分量 数据线的护套 这一边有酷胎科的标识 为铝合金材质 这一面则写着6A的标识 数据线内部是蓝色的 包括Type-C口外部的保护塑料 它也是蓝色的 数据线的直径4.33毫米 护套的长度34.5毫米 宽度为11毫米 护套的厚度6.4毫米 数据线的长度是1米5 多了接近2厘米 编制线的材质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这是外部的编制网 护套底部黑色塑料 为家常设计 这个是防折断的一个设计 这就是这根数据线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外观介绍 测试的话 我们先用仪表来读取一下 这个数据线内部芯片的信息 被动型数据线 方案是用的纸米的方案 供电能力50V 5A 240W EPR 速率规格是USB2.0Ω 这下面则是数据线的版本信息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根数据线的线组的情况 这根数据线1.5米长 它的线组是168毫欧左右 这根线材的长度是1米5 它的线组的话160多毫欧 也算是很正常的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压降值的情况 压降值的话 就是我们从数据线的这一头输入电压 然后这边输出电压 我们看它这一个电压的一个压差 我们来看一下 5V 1A的情况下压降值大概就是0.16V 5V 3A的压降值大概就是0.49V 9V 1A的压降值也是0.16V 9V 3A的压降值0.49V 15V 1A的压降值0.17V 15V 3A的压降值也是0.49V 20V 1A的压降值0.16V 20V 3A的压降值0.49V 这边输出100V功率 这边接收96V功率 丢失功率接近4V 28V 5A 140V的情况下 到这边的话就是136V 压降值造成的 这边28V 这边就是27V 中间损耗掉的功率 就是线组造成的 这根数据线的传输速率 它是USB 2.0 我也把这个充电线的实际的传输速度 我也把它做了一个测试 我们用专业软件测试出来 它的实际读取速度的话 44兆每秒 写入速度的话 最高可以达到39兆每秒 这是一个20Gbps的硬盘盒 我就是用这个来测试的 实际的写入速度的话 我就用我制作好的一个视频的文件 大概13.7GB 直接拖入到这个硬盘里面 大家看一下这个传输速率 13.7GB的文件 6分30秒可以传进来 每秒钟的写入速度的话 大概就是37兆每秒 符合我们刚才测试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USB2.0传输速率的一根C2C的数据线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来试一下这一根数据线的一个抗拉力的情况 看它究竟怎么样 我这一个拉力机可以承受100公斤的拉力 一般的一根数据线的话 如果能够承受50公斤左右的拉力不断 基本上这根线的质量就是很不错的 同样的这也是一根编织线 是这个品牌的我也不说名字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拉力的情况 大家刚刚听到砰的一声刚刚就是断了啊 做工差一点的这个编织线 我们来看一下库代客的这根线 这根数据线抗拉力是非常厉害的 我做了三次拉力测试都没有把它拉断 这一个铁钩是可以承受80公斤拉力的 这根线直接把这个钩子直接拉直了 这一根库代客新品的磁吸线 所有的测试数据我都测完了 我们进入拆解环节 这两个铝合金的护套 我们先用切割机把它切开 切开了我们就直接用撬棒把它撬开 这就是铝合金材质的一个护套外壳 另外一面也是一样的 直接把它撬开 这是另外一面的外壳 切开外壳以后我们看到这三部分是蓝色的塑料 下部分是防折断延长护套 这是硬塑料 这个加上的护套就是增强数据线的一个抗弯折的能力 去到外面的塑料包拱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线材内部都有钢套进行保护 这种钢套工艺的话不是小厂做得出来的 数据线取掉钢套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连接屏蔽罩 作为一个接地使用的一个纸铜膜 这是内部贯充的胶水 剪开这些胶水过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焊点非常的均匀饱满 这根线主为什么这么高 160多毫欧 就是因为它的一阵一阵过电流的地方 只有两根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还有多余的焊盘 这一个是负级 这一个是正级 这个如果是双正级双负级线的话 这个线主不会这么高 位置是有 可能是因为这个数据线再加两根线的话 直径的话就更粗了 厂家为了控制这个线径 则少用了两根线 这就是这根数据线的eMarker芯片 私印型号332b 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专注于智慧能源控制技术的公司 深圳惠伦泰半导体 这是一颗USB Type-C电子标签芯片 是业内首颗通过USB PD3.1认证测试的芯片 它支持PD3.1EPR240W功率传输 和USB4跟340Gbps数据传输 适用于搭载240WC2C的线缆上面 同时也支持雷电3 USB3.2 3.1 和USB2.0 芯片自带加密功能 可应用于设备对线缆的身份识别 其自定一密钥方便各厂商进行定制 这一点和这一点是我们刚刚做了拉力测试的地方 我们从这里把它切开 把它全部剥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数据线内部的横截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磁性还是特别强 大家看一下这个磁性 这个就是内部的编织网 这个抗拉的性能也是非常好的 大家看到了 剥开这个带磁性材料的一个外皮 大家看一下我剥的时候手上都有金属粉末掉下来 这个就是带磁性的一种材料 能够起到吸磁的作用的话 是这里面的磁性的金属粉末在起作用 这线材里面都拉变形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拉的时候 拉成了这个样子 它都没有断 这几根就是抗拉棉绳 抗拉效果非常的好 这根红颜色的就是电流的正极线 它有两根负极线 其中一根连接到外壳上面 作为屏蔽线在使用 另外一根作为负极线在使用 线材内部都有抗拉纤维 全是很亮的那种杜锡铜丝 正极线蓝内部一样的有抗拉纤维 也是用的很亮的杜锡铜丝 这根绿色和白色的线蓝 它为低加和低减线蓝 都是用的杜锡铜丝 外部还有铜丝作为屏蔽层缠绕 还有铝箔的屏蔽层包裹 这根线是传输数据用的 做了屏蔽防护 这根蓝色的线蓝为CC线 这根黄颜色的线蓝为VCOM线蓝 两根线内部都有抗拉纤维 这根裤带颗磁锡CC线缆 全部拆解完成 内部用料和做工怎么样 大家说了算 这根裤带颗新款磁锡CC线 测试下来 这根线材我觉得很不错 对于看不惯乱糟糟糟 缠绕线材的强迫着患者 那就是福利 59元的售价性价比十足 磁锡收纳磁力也是非常的强 各种测试数据全部展现出来 像我这种拆解博主那些奸商是最看不惯我的 因为我拆东西拆的太彻底了 拆的连底裤都不剩 只有裤带磕等等这些实力厂家 才会不怕我们撤拆 毕竟真材实料吧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哟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见 时ár文中 词琴 就是